伦敦的公共交通网络 每日要负载1200万人次的载客量 已经接近饱和阶段 但在奥运期间 有部分车站可能要面对比平日多三至四成的旅客 究竟伦敦能不能够面对这个挑战呢 记者郑婉直播 伦敦的公共交通网络 每天要处理多1200万人的载客量 其中光是地铁就分担了三分之一 很多人都担心平日已经相当繁忙的火车地铁和公共汽车服务 究竟在奥运期间能否承担这些额外的负荷呢 伦敦运书局说 每日地铁的客流量达到400万人次 愈来在奥运期间 有些车站甚至增加三至四成不等 如果大家想避免浪费时间在交通上 就在出发之前楼栏当局的网站 有时行路或者坐单车 还会比公共交通工具 根据伦敦运书局特别设计的网站 公众可以在事前先输入出发的日期 和所要经过的车站 网站就会按照当局估计的客流量 向乘客发出忠告 究竟到时交通量是正常还是繁忙 并会估计可能的延误时间 虽然根据网页所提供的资料 即使是最差 也只不过是延迟三十分钟 但熟悉内心的人士透露 其实也比较低点 在最繁忙的时间 甚至可能出现长达两个小时的延误 乘客最后完全避免 对英国广播公司 因为不愿意透露声明的地铁顾问话 已经有超过一百年历史的伦敦地铁 要额外运输一百万名乘客 而且在伦敦最测的七八月份 实在是难以想象 因为地铁根本无法改变现状 并且随时停运的危险 伦敦运书局 无法为公共交通开源 所有将乘客分流 包括建议政策机关和支援机构的员工 在赛事期间尽量留在家中工作 或者响应所谓的措施 一些较短的旅程选择 或者是骑士行车 可能比乘坐公共交通更加快捷 乘客还可以下载软件 将户型和骑士行车的离乘 两换乘购物折扣 在08年北京奥运期间 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赛车问题 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塞车问题 并且实施单双控车车 也就是车牌最后的号码是单数的号码 就只能在单日行车 双数 双数亦都是这样 结果将路面的交通量标准进一半 另外另外还实施奥运车道 让和比赛有关的车较优先使用 在伦敦 当局正面指约预限制驾车人 试开车 但却呼吁其地 在奥运胜选择抵达伦敦格奥运期间 尽量减少开车到市中心 伦敦交通市民用传统英国人的方法 例如被塞车和延忍 就是下班之后探访入被赤车的上楼 至于这种斩脚趾被杀穿的方法 能够周后大家就要拭目以待了 感谢观看